拍 拍 說吧 拍 我以為要拍拍板 拍拍 各位觀眾,我們又回來拍拍拍 我們今天又換了兩位主持 我是Albert 今天做吉祥物 會遮了我的樣子 這位叫做繁興 他就是我們之前那幾集 說拍一套叫步快短片 的導演來的,我和他合作了幾次 這位叫Pinky 這位美女叫Pinky 我以前也合作過的 現在我們將來也可能會合作 拍一些YouTuber 可能會拍的東西 大家 你貴人視望到一個點 太多人了 因為他見我比較差 我們以為是公眾 直播是不是? 當然會 對,很歡迎 歡迎你們的 歡迎我們 很厲害 你們倆都是不會被任何 叭 出現的 因為他是做主持的 現在在 在哪裏做主持 現在是ViuTV裏面做主持 娛樂主持 其實今集我想 阿繁興 跟我們講講 香港的 其實你短片比賽入行 你那個短片 我還以為會講巨門陣 我有看巨門陣 巨門陣 這麼有質素的電影 這麼有質素的電影 說一下你那個先 好 主持請 為何這麼拘謹 大家很超出 一定要坐到這樣 平時 可不可以 喂 我叫Albert 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想問一下 你當初 你拍短片入行 第一套 不是補牌的 我不是拍短片入行 短片其實是 令我入不了行 為甚麼 因為短片在這個年代 個個都拍 難道個個都入行嗎 短片其實只是 第一 滿足你的興趣 令你深色 可以 完成了你的夢想 就可以離開 不要打算入行 但是你就進去了 我進去是因為 後門和人事關係 OK 原來是 是真的 是真的 但也要你有一點 實力 才可以讓你繼續走 你的短片 其實就是你的卡片 你敲後門 你也要有一張卡片 怎樣才 你是多少年前 這個拍短片 兩三年前 你那個後門 是不是很強勢 不是呀 後門是因為 谷花啦 是因為 我的朋友在電影公司 做剪接 他跟著就說 有導演想找編劇 他就說 不如你試一下 這樣 我說 是呀 那時候的導演 就想找一些 港視 因為港視 搞不成 就有很多人 流散了出來 他就說 他們 電影公司想找一些 港視的 編劇 想幫一下他們 我的朋友 請編劇 他說 找港視 我不是港視 我那時候想入亞視 都入不了 然後 無遂自戰 沒有人管的 不如試一下 誰知道 然後 他就去見 然後就入了 就做了一篇劇 但你那時候讀什麼出身 我在Ivy讀電影 然後 畢業後 我就去了天秘歌 創作伙伴 即是 我很害怕 YT 即是 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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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好就是什麼呢 因為 用詞那時候 要想過的 YT 是的 YT 我怕觀眾不知道YT是誰 即是一個 德高網重的 網後主流 天秘歌我也有參加過 曾經何時 參加什麼 唱歌 Workshop 有drama也有 然後又有主持私義分 我還記得那時的DJ是 多樂菲 家希 是家希教的 那時的No.2就是 現在無記的 林日希 那時的 現在的東方星 全部都是在那裏 打滾打出來的 是 那之後呢 我在那裏 其實也是 年輕人去玩的 興趣班 接著 玩了 四五年 就已經在那裏做 長工 那裏做到其實都厭了 因為在那裏其實開心的 那裏是沒有人工的 那裏有的 他就是有薪水 因為最初玩 敲後門的人 一定會有的 因為那時未懂敲後門 不是說沒有人工的 滑天美姑那些東西 因為那時 為什麼呢 他就說你來玩 當你是有才華 他就覺得OK 就會找你做委員 那時有少少居馬 那居馬會不斷 因你翻得多 亭少 升級 那時 即是勤工獎 對 那時 剛剛畢業沒工作 那裏做的就是每天都去 然後很快升到四千 頂頂的了 那再呢 就是他請你做長工 然後 可能做了半個月 玩了半個月 喂 半年 就做長工了 然後就在天美姑 一直 拍那些 禁讀廣告 政府廣告 李嘉誠的短片 那時候在那裏 那裏做了李嘉誠 不是啊 那時候 我 真的做了一次李嘉誠 因為 怎麼奏 奏他 拿著刀 短片 即是講短片 那時天比高 做了幾年 接著就 開始覺得有點悶 在想 我是不是一直在這裏 因為那時候就 教班 教了年輕人 拍片 剪片 然後就不如 參加比賽 因為 都大了 都二十多歲了 都成二十三四歲了 那時候 那時候覺得 青春就是沒有了 不如早點自己想做事 跟著就 那時候剛好有先浪潮 是 有一個比賽 就是魏法局搞的 他會有 那時候四五萬元 五萬 五萬了 五萬了 那時候我參加的時候 第七屆 還是第 第六屆 好了 那時候因為 學生的時候 我們已經參加過了 他已經搞了現在 關公是你學生的時候參加的嗎 關公是我的天秘高的時候 我再學生的時候 我差不多三次 我拿了十幾萬元 還有得獎嗎 有了 拿了兩個獎 那這個叫做一個門藍 拍了短片 然後入後門 然後 現在是怎樣給電影公司 羅志呢 電影公司羅志 就是因為他以為我是廣市的 電影公司 然後談 然後他就發覺 我見過很多廣市的編劇 都不行 你OK 不如你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還有他有一件事 比起普通拍片的人 是沒有的 他曾經拍過一條短片 是被大陸的一些搜尋器 不讓他出名 即搜尋不到名字 賀蟹了 賀蟹了 我想拍二十分鐘 我最怕 海怪和機械人打鬥的這些故事 那我覺得 我要再找些水腳 然後見到另外一個比賽 另一個機構 清協搞 就是李嘉誠基金 丟錢出來 想找一些年輕人 拍一些愛香港 提升香港正能量的短片 有成兩片東西 那樣 那裡有兩片 如果我用一片去拍 剩下一片 我就可以 放下去我那條 先皇朝短片 我那時候計這條數 成功了 不是啊 我以錢的運作來講 我是成功的 因為那條叫香港將於33年後毀滅 是的 我記得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 他說要愛香港 說香港核心價值 那我就說 不如我毀滅香港 即香港快要被一個殞石毀滅 香港人會怎樣想 我們怎樣救香港 講到很正面 其實我都是想拍一些 毀滅性的東西 只是射破坏石的畫面 拍完之後都沒有 其實沒有任何迴響反應 但是我拿了一塊錢 我繼續完成了 我先皇朝 好了 那時候就聚在網 因為兩條片拍完 兩條片都沒有任何迴響反應 因為一個比賽 你沒有贏 就算了 那條33年其實還未公開 等了好幾個月公開了 今天在他們的channel公開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知道 忍不住 那時候的契機是什麼呢 就是《明報》的編輯被斬 噢 我明白 覺得香港赤裸裸已經可以這樣 那時候我們自己有個短片組織的 叫GV的 那時候 不如我們既然這條片都被丟出去 發聲一下 大家要撐住香港 香港就是死了 片名就是香港就是死了 不用33年好 很快就死了 那一刻 新聞爆發了 就被人報道了 可能那一陣子真的沒有什麼新聞 那時候還沒雨傘 但那時候香港的火已經很旺盛了 希望在那條片上展示出來 但那時候是一個很單純、很幼稚的 我還以為 只要用熱誠就可以感動人 那時候還沒雨傘的時候 就是一種 那時候當大家還以為 很多事情都有希望 很多事情做了之後 會有改變 當然我經歷了兩年之後 原來世界是另一種層面 我投入了商業世界之後 我又不是代表投共 但我很有興趣 可能要投入共產黨才能改變共產黨 我現在的人每一個作品都在變成我的想法 那些作品其實是記錄下我的心態和想法 的歷程 可以這樣說 那33年爆了之後 但其實他還沒爆之前 我已經很幸運的 拿了一個獎 拿獎 拿了一個公司 我記得關公大戰外星人你也有拿獎 創意獎等於 沒有獎品沒有獎金 就是獎座的那些 那時候是一班 志同道合 但之後聚賭人 我記得好像你拍完之後 你是聚賭一些人回來 最重要是這些 我覺得 你有沒有出賣的人 我出賣過你 沒有 即是 兄弟心就是這樣 我先想一想 我有沒有出賣過你呢 我打算試 我搶過你波板糖吃 還是怎樣 沒有 拍攝就是 不是一個人拍完 為什麼跟Albert 就是 喂大哥 我那時候寫 我真的覺得一個寫不行 所以就要找人幫忙 這樣才認識Albert 一起去電影公司寫劇本 去挑戰一些無底的心談 那就入了火坑 是火坑 你說有些大爆電影的行業 黑幕 黑幕就是 原來其實 編劇都挺穩得的 因為開價都是 挺容易 因為 很難準則你是一個好編劇 還是不好編劇 我想知道有些人說編劇 譬如簽了電影公司 他們是幾個編劇 寫一個劇本 他們是怎樣計算呢 有劇我才分到錢 還是按月薪的 按月薪的話 我就包寫任何的劇本 現在比較少電影公司 是用月薪的 因為通常以project計算就去請人 因為 其實也要多有能力才會月薪 因為就算沒有東西寫都要你在 或者有些導演 其實我已經用Albert很多年了 我就用月薪請他 因為我不斷開電影 不斷開電影 好像一些大導演 希望將來是 多謝 收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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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多就是一些合約制 我和我的電影要開了 有常知自己有個想法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一本書也好 有個碟子也好 就找編劇去寫 那這編劇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透過介紹 通常有些業界的 香港有編劇家協會 但是其實都人數不是很多 其實狀況狀況都是他們 亦都有一些 其實已經退役了 他們已經 我不寫了 但是 新的其實就由學院出來了 但是在香港 真的編劇 讀編劇 可以做編劇的 其實又不是很多 演藝 其實可能有一些 他們已經寫舞台劇 又或者 再有一方面就是 電視台 以前是電視台的編劇訓練班 寫完電視劇的 優秀的 選出來 被人挖角 去了電影圈 但是 這幾年在TVB出來的 就 我就沒有見 因為TVB的 清亡不接 你說這句 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台的主持 剛才我們見過的主持 是罵了TVB的編劇 很多集 已經在他自己的節目 因為一向我們聽說 編劇 特別可能電視台 他們的身水是編低的 但是剛才你說 挺好運 我想知道為什麼 你要這樣說呢 因為可能 我沒有捱過吧 因為 你好像做編劇 你不會一開始 正常 不會像我那樣 一開始就做編劇 其實你一定會開始做編劇助理 或者電視台做資料搜集 資料搜集其實就是 找料 去做 打電話 那一大堆東西 然後 再幫人家 撿稿 牌 有很多細眉細眼 不去到創作的工作可以做 好了 然後做編劇助理 你跟了聽了 把他寫寫寫 然後 大哥說完的東西 先插底線 幫他打出來 這樣 這個可能可以做十年的 這件事 就等於 電影都有導演 你不是立刻做導演 你由副導演 然後再吞 就由PA開始 PA PA 可能就有長機 然後還有 可能最新的 茶水開始 茶水 茶水是一個專業來的 很專業 很專業的 要阿姐才能做到的 很難說我想入行做茶水 其實這個笑話是一直都不好笑 反而可能拍板是 最 應該說 最基本 但是你那時候 如果是你也算很快了 就是那個官階來講 好離譜 她是跳級 她是跳班 跳得很厲害 天琦已經變成導演了 就是 所以 好命了 所以我罵著她 但是你說那些 Juicy的黑暗東西 是怎樣黑暗呢 Juicy黑暗東西 因為 我就是以前 去年代 可能是潛規則 不是 你潛規則是 大家都會意味到有的 以為會有的 為什麼沒有的 阿范 阿范 為什麼沒有 潛規則 為什麼是潛規則 例如有些什麼 你聽過 因為我聽過 就是以前 周凱光說的 嗯 就是 在以前 去年代 老闆 其實都沒有什麼 所謂 其實他們很喜歡談是下夜總會談的 就是抱著女兒 跟著 那編劇仔來到 喂 你是不是想了 老闆 然後就叫他 說出來 如果有些 姐姐仔笑 我就拜 然後 啊好野喔 這樣笑 然後就 可以這樣 就是 去年代 還有 因為 煙酒 女人 是以前電影圈 一個不知 聊天 好是元素 他們的創意 就在那裡來 他們沒有煙食 真的想不到 沒有酒飲 沒有靈感 現在呢 現在主要是 怎樣銷售 在翠華 在Whatsapp group 現在不是那些 沒有小姐 是那些 待會兒 淡仔的 小姐 其實是 大家連見面都可能 不太用了 因為 你有稿膠味 其實全部都是 在Whatsapp 在Whatsapp 在Whatsapp最高 見面 跟著見面 在翠華 好了 說 主要是 吃 東西 我認為 編劇 因為編劇 是一個 開芳牛的 工種 因為 這部電影 未必有錢 投資 就需要你開始 做事 因為如果你不把大綱寫出來 我怎麼找人看呢 我怎麼找到一些演員呢 好了 投資者怎麼會落實呢 好了 你就必須要 憑空 你不會 很少就 已經有錢收 其實 當然台灣那邊 都有很多編劇 或者是 外國就有工會去保障 但香港 都是比較自由 其實都是 看你這個人是怎樣 很多新的編劇 給我機會 多謝 就開始寫 但我覺得 做編劇 當然 其實那個底蠅 是要寫得很出色的 但有時候 你銷售 那一刻 你跟老闆說 其實是否 某程度 是要你口才 多過 你寫的能力 某程度 是的 但是 現在眼見的大部分 成都的編劇 贏是贏 他的口才 還是寫的故事 還是其他方面 你覺得 寫的能力 其實因為 編劇很淒涼的 寫得多好 觀眾都不會知道 因為劇本 沒有觀眾 是會買劇本 讓我入場 買劇本來看看 這個有得做 就算劇本集 那些都已經被人編輯過 在現場 做戲的人就知道 現場劇本 只是一些文字 只是有些字 可以令我們做事 順利一點 到現場 怎麼改 因應任何的 天災人禍而改動 最後出來 變成畫面 再經過剪接觀眾 看到的東西 其實跟你的劇本 接近可能已經 已經是兩回事 有些很大的編劇 或者是原作家 一字一句都不能改 或者是怎樣 那些是題外話 但是 怎樣去形容 那個計劃和去想 其實 有一個 前輩編劇教我們 其實編劇是什麼 編劇就是一個 解決問題的工作 其實就是說 你用文字 以及你的想法 在劇情上 有一些 漏洞 有一些不通訊的東西 利用美的方法 去令它通訊 令它精彩 這個就是編劇的工作 其實它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 沒有任何創作 或者什麼的東西 你要想的 其實因為所有東西 順手占來 都是其他的 reference 這個世界沒有計劃的了 其實來 都是抄別人的計劃而已 可以這麼說 多數是把零件 自己撞撞車出來 各位前輩 我們認識的前輩 是呀 行仔師傅 我進去 第一套 長片 他經驗多了幾百萬倍 他講這句,因為編劇真的不是作家 你做作家就可以天馬行空,你喜歡怎樣寫都可以 但編劇其實要因應成本,因應時間,因應現有的資源和人 去調整,去幫助導演出現一些最合理、最有成效的方法 這個就是編劇 還有什麼潛規則呢? 其實他剛才沒有說潛規則 潛規則一定是有大吃大,因為編劇沒有錢的時候 就一定有很多東西吃,因為所有監製、投資者 找你出來談,一定是通常吃飯的 那時候他又未給你錢,一定是這頓我的 就會吃到很多東西 最貴的,試過說的是什麼? 鮑魚 因為我剛才第一套進去的時候,很快 那時候監製是智偉 有些編劇說,那一頓很厲害 經常到我們去吃飯,智偉叫我們量子 叫了鮑魚在桌面,然後突然間聲 不是,然後他說他睡著了 吃不吃好?吃不吃好 等他醒來,然後醒來 就這樣吧,快點吃完吧 這樣就走了 哇,真棒,有鮑魚吃 他習慣了,智偉睡著 對,真棒 我那時候想要做多少年才有鮑魚吃呢? 誰不知我很快,第一套就去了某個大老闆的家 他就說,那晚我是煮鮑魚嗎? 一邊講一邊吃 那這些不辛酸,這些潛規就是 Juicy嘛 不是嗎? 我潛中了 潛中了 潛規 因為這些都是 其實是 整個的編劇好像很辛酸 因為是異例而已,很嚴重 還有多少分鐘? 現在我們會播放我跟他合作的一套短片 叫暴快 關什麼時候跟我們講的題目 對呀,我們要下一集了 我們要下一集了,時間到了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我叫閃峰 三鄉圓人 剛加入快班的新人 我喜歡這份差事 因為跟以前的街頭不同 現在我拿的刀 反而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老鬼呀 你覺得我們捉不捉到他們了? 小人呢 我跟你說 這些人還是不要碰上的好 你可知道 敢捷官隱敢殺官差的 可不可以是尋常人了 捉到好 既可以捉到犯人 又可以拿得到賞錢 並不是個個像你那樣膽性 但是你都幾犯人 刀法 曬得不錯 幫忙 準備成怎樣 放上給我 願老爺有力 願我們上二字山 捉拿搶官銀的賊匪 大家要小心 特別是新人 記住 我們穿他是官服 都是衙門的暴快 不是獨行俠 明白 出發 在這件官服 我感覺自己不再是一個普通人 我代表著律法和正義 我是一個暴快 的 很快 也有 寶財 對 你已被包围, 束手奏球 是嗎? 六對五, 又怎麼看? 大家不要亂來 寶大哥, 我們可不可以聊一下? 寶大哥, 還記不記得我? 陳寶頭? 是四水線的普塊? 你們不是死了嗎?原來都是騙人的, 探狀枉法 冷靜! 寶大哥, 我們願年月大雨, 災民處處 但我們願這個狗官, 竟然有災不陣 快要我們押送稅收上繳, 粉色太平 向民向我們救救, 所以和兄弟招出之下塵 我們只是劫富製盼 阿公, 你們可以信嗎? 都是狗官逼的, 你不怪得陳寶頭他們 寶頭, 四水線的確有預災 他們的災物, 家有掌有 遲這個狗, 我們沒有傷害一個人 也不想傷任何人 但是, 預阻我者, 休怪我東亞無情 號碼 武大? 稱呼 陳寶頭, 我不認同你的作法 但是, 我敬重你的為人 這裏不是衙門,江湖市,江湖廟 今天就當我們沒有相遇過 你兄弟,一路好走 好了,好了 浩大哥,這個大恩大德是感激不盡 我代所有鄉民向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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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這班所謂的傑匪竟然是步伐之中的敗類 背信棄義 假意投降,向我們偷襲 這班傑匪為了殺人滅口,向我們展開追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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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楓 救命啊 阿明 我過來啊 我過來我殺他 救命啊 阿 qualify 阿 自己說這個警 Fe engage 報告 以免他的警告,很孤職 是在你所謂犯他 你火上公 dellок indict 還會解釋 你不是對事人想說他嗎? 永哥 隨便 我不救我 我一時大意 失手被困 發明為了救我而犧牲 慘死在劫非的手上 死了三個 三個就獲得了 一個往北 兩個往西 但是什麼地頭 逃不了 現在實在冠兵的都有 不想留活動 分口罪 明白 武功好那個 送給我 記住 我們穿的是官服 都是衙門的步快 不是都行俠 明大門 明明白 各位 阿鳳交給你 好 醒醒啊 膽小怪 人都死了 還看什麼 刀子之前 拿著吧 看來這傢伙 應該是從這兒逃到上游 阿鳳 你們在聽啊 小人欸 你要知道 我們捕快就是刀口活 弱肉強食的 況且我們都是依法辦事啊 還有你別忘了 是我們救你的 記得報答我喔 阿鳳 阿鳳 麻糟了 阿鳳 阿鳳 因為我可以為他報仇 因為我知道 若我再大意的話 我就不會有命離開這個山路 小燕磊 咚韮 似不食 腌壁 這都是 我是和贊人拼死相伯 但是我们依然处于下风 老鬼在我眼前被杀 兄弟们一个个地阻挡 接着来到的是乌鸦 是乌鸦 但我们去一个天哪 这是乌鸦 是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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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和寶头都被逼到绝路 我们只好背水一战杀出残怀 看来我救错了人 你想怎样? 我和你一样 你现在是知法办法 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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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报头 闪报头 出发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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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